MD出來以後 很多人選擇用羅主任出發 因為主任有強度 而且沒有很貴 然後相較其他的排型來說 他也比較不適操作 跟眼牌比起來 主任30秒就出完牌了 然後也因為他的入坑難度比較低 所以在操作上 關於黃金青的發問就比較少 反而是無關緊要的問題還比較多 例如 為什麼黃金青的外號是羅主任 關於這個老梗 可以從這部影片找答案 你能承受羅主任的30張陷阱卡嗎 從影片中可以知道 羅主任都是用陷阱卡在噁心對手 像是御前 祭波 以及王赤 用這種發動後 就連在場上的貼紙陷阱 讓對手不好過 讓打牌變得好輕鬆 所以這套黃金羅主任 也可以把它當成是一種陷阱遊戲 Trap Game 雖然羅主任的陷阱卡將頁30張 但我認為 最頭痛的只有王赤跟祭波 祭波 淺顯易懂 支付1000 全場怪獸的效果無效化 他可以讓場上的怪獸只剩下拳頭 讓比賽回到最初的感動 至於王赤 這張卡有先要叫他網熱 大概是因為魔法卡被勒索 當他存在於場上 會讓場上全部的魔法效果無效 在雙方的準備階段 我放他支付700的生命值 若無法支付700 王赤就會被破壞 關於王赤有幾個重點 王赤的效果是強制續約 自己的回合扣700 對方的回合也扣700 當生命值不足700 沒辦法支付時 王赤就會自爆 但如果玩家的生命值 剛好等於700 這個時候會被當作可以支付 最後就是玩家自爆 另外還有個討論到爛掉的問題 雞波可以讓場上的怪獸無效 而王赤則是讓場上的魔法無效 在羽翼上 兩者都是讓場上的卡片無效 但他們還是有點不一樣 在雞波的環境下 出救援貓 然後解放救援貓方效果 因為在效果處理時 救援貓已經不在場上 所以救援貓不會被雞波無效 YES 但刺命就不一樣 他天生省力 只要魔法卡曾經拍到場上 不管他最後跑去哪裡 魔法卡的效果都會被無效 這個時候就很多人在問 為什麼王赤的血法跟雞波很像 但兩者的結果卻不一樣 關於這個問題 官方給了一個答案 因為王赤跟雞波 這兩張是不一樣的卡片 雖然王赤的效果很擊敗 但他已經是被弱化過 在弱化之前 王赤的血法是這樣 讓全場的魔法卡無效 每次我方的準備階段 可以支付700的生命值續約 若不續約 則王赤破壞 舊效果的王赤 只會在我方的回合之生命值 然後他可以選擇不支付 讓王赤自毀 這樣就不會卡到自己的魔法 如果現在的王赤 還是用舊版的效果 或許 就有機會看到閃盜帶王赤的名場面 不要瞎掰好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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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